字幕提供 那這個的話就是被 把住的意思嘛 吸住的意思 那十二生效是什麼生效的 我一希望被吸住 就是牛 羊 能夠餵養的嘛 羽 牛 羊 兔子都沒關係 都喜歡養的嘛 也喜歡養的 還有雞也喜歡養的 狗呢也喜歡養的 豬也喜歡養的 對不對 那老鼠還勉強可以 所以這個都沒有 保母喜歡不喜歡被養 不喜歡嘛 然後龍騎不喜歡被養不喜歡嘛 對不對 然後現在一二三四五不喜歡 猴子還可以 猴子當然這個也可以用 所以猴子也沒問題 還少一個人 蛇的話 基本上他也不喜歡被養 但是他用這個的話還勉強可以用 所以說這樣也是絕對不難 所以你要把生效清明訣 重點叫做十二生效 他在自然界的特性 你要懂 接下來十二生效的五行 你要懂 還有自代表的現象 你要懂 十二生效 十二生效在自然界的生效 他喜不喜歡被養 喜不喜歡 拱甲 或是他喜不喜歡吃肉 還是喜歡吃肉 這是十二生效在自然界的習性 不要懂 第二個 十二生效代表的五行 你要懂 有一點抽課現象 三課三位現象 還有 這個字代表什麼意義 你要懂 像這個代表戲 這個代表肉 這樣 雖然這個一開始會比較混亂 但是 一直交進來就慢慢會清楚 好 肚子有沒有問題 所以 這個 這個主題 你巴不在天哪 我覺得很難 不能說 是可以慢慢來 而且這個題材很難做 其實這個題材我會覺得 超難做的 我跟你講 這裡面 我講過很多次 這裡面 有學到我 完全職業般能取 這麼多人就職業下 所以說 像竟然他的書寶師現在 還在幹 還在學 只有小中律師跟我學到 三才五的 八字十六 那些也學到了 所以說 小中律師不論他有 他當初學他也很期 但是人家他現在都會 論 而且也都會 去 那時候是學十個月 十個月 初中高 好 就是 高級班跟職業班 高級班跟職業班 就是 每個十個月 大概只做幾分鐘 三個月 但是你們現在的話 因為我是三個小時候 然後兩個禮拜上一次 然後我們要挑 至少兩八個月 所以然後也是這樣的學 但是 小中律準 你們應該也要怎麼 很厲害 公立 不是 公立一樣 好 我們講 常用 因為 名字比八字好用 就是 八字還要問人家八字 名字不用 你看到 你名字 比如說黃金的 你知道他有什麼 你就給他練習 你們從 左伯尼一直到 最下的人 記得 全部拿來練習 好我們來講 天干屬物 地之為塵 古形屬土 土中常木為木木 節氣春體 方位中央 顏色黃色 成代表三月 所以他 無中常木毛 那因為他五行屬物 你的體內有的是 皮胃小巴小 跟皮膚的毛病 論疾病的話 比如說他屬龍的人 屬龍的人 他的名字裡面 土又多的話 三個字 土又多的話 就比較容易 比如說屬龍的人 第三個字用一個塵 這叫土 但如果是身體的話 當中是土 所以這個人 比較容易下半身的皮膚皮肉 或者是下半身比較容易長胸 皮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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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代表皮肉 皮膚小巴系統 第二個字就是小巴系統 第三個字的皮膚 龍的字根 成 龍 正 還有正座的正 露 露代表 為什麼露代表 以前畫龍的時候 龍呢 龍腳是露腳 所以露代表 沁呢也半植物 龍頭 龍的話爬 貝 犯 鹽 好 這代表 貝為什麼代表 古時候交易的多幣是貝殼 龍影也是交易的多幣 所以貝殼 貝殼代表錢 貝殼代表錢 龍影代表錢 所以就是用這些文字 貝殼代表錢 金 金是天子住的地方 天子入龍 所以金是天子龍住的地方 代表 兩九 雲長龍 是貝殼代表 正克月雲可以入爅 然後味我們的 岩可以在柵良目 或 grace 藝 NES 對 語入爅 音是 龍腳 烤腳 有一些聲音真的可以 像胡龍 就不喜歡 跳腳 我們是蟎餅 작腳變得不一樣 caregivers 所以我們沒有要發揮對 我的 變太弱了 那馬 用叉腳的話就 可以 可以 這個我會講 同你會講 左 左代表 左親龍 語言的魚 有兩隻龍 一二三四五也代表龍 有沒有 言字典典代表龍 所以語言的龍 語言的魚有兩隻龍 這個是一隻龍 這個也是一隻龍 王是排第五的啦 王是排第五的啦 所以這也代表龍 這個也代表龍 所以語言的魚有兩隻龍 這個旁邊總是去探場畫像什麼 古時候草書 草書也是這樣子 我們讀書的讀書不是這樣子洗的嗎 這樣子的話就是一條頭 所以就叫他行音的洗 龍有五株 日月水火 所以龍可以用日可以用月可以用水可以用火 所以遇到字字旁的月字旁的水字旁的活字旁的 魚字旁的對不對 好 那你們會問月代表龍嗎 對 好 比較重點 他屬龍的 屬龍的 屬龍的 他用 如果用這個焦育的育殼 就叫月珠 龍 你們看到那個畫里 都會畫一個珠子有沒有 龍就是畫一個龍珠有沒有 所以說這個珠對龍來的是好的 所以說龍遇到日 遇到月 遇到水 遇到火 遇到雲 這叫他的五珠 所以有日字旁的 月字旁的 水字旁的 火字旁的 搞不好 雲字旁對龍來講都不錯 叫做德什麼 德位 因為他拿到那個珠 表示坐 撐朵 德位 龍珠 所以說他這個月亮的月 對龍來講 叫做一成 一拜 一拜 成是月可以對龍來講論月珠 論月珠 論月珠 這叫成 月珠 那也一拜啊 他是玉渡見我雲裡去 那這怎麼論 好 第三個字很簡單 這個人 賺錢能力不錯 他可以賺到錢 但是 很可惜 他賺的錢 不是 被 騙去投資 血本無歸 不然的話就是 借人家錢拿無歸 或是幫人家做飽 損掉的 因為 錢 傷心 錢讓他傷心 有沒有 一路見我給你去 傷心 所以他會為了錢而傷心 這個人可以賺得到錢 但是 賺得到錢 常常這裡 損一些量 這裡損一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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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就是說 他這個人會賺錢 但是 這個叫做什麼 儲蓄的頭腦 或者管錢的能力 我查 錢要儲不住 而這儲不住 是不應該儲不住的 是某些方面 因為自己的判斷錯誤 都怎樣造成了 經濟的數字 讓他去煩惱 傷心 他守的就有限 但是還能存一點點的意義 至少還是有不住 意思說他可能賺不到錢 但是就是 守的不多 常常為了借家錢 收不回他的心理不是職位 或者是做法 或者是投資私利等等 所以就是說 他比較儲不住錢的意思 傷心 一層一拜 老師這個地方 我們有很多時間 我們嘴巴裡面 含這個 這是什麼 都是幫助他 對 所以遇到智智堂的也可以 遇到月智堂的 遇到水智堂 遇到紅智堂 遇到語音智堂的都可以 但是遇到月智堂的就是一層一拜 這樣 遇到水智堂的就是 除了得水智之外還三個 遇到火智堂的 除了得到火智之外 又龍馬精神 因為火帶龍馬 龍馬精神 龍馬精神代表什麼 我們在講馬的時候 那雲智堂的話 就得到雲智之外又疲望 雲代表有疲望 所以說我們來講喔 我把它寫清楚一點 日月水火 日月水火 遇到智智堂的話叫智珠 也就是怎樣 得位讓他能夠稱王 得位稱王 遇到月就是一層一拜 剛開始講的對不對 一層一拜 遇到水的話 就是得水智 又山火 遇到火的話 就是得我智 又龍馬精神 龍馬精神 現在我們在講馬的時候 我們再來解釋一下 遇到雲的話 得到雲智 又是禮旺 好 這樣 沒有了 遇到日的話 他得日智 這位叫做成王得位 遇到月的話 一層一拜 他得月珠 又遇出見龍余裕 一層一敗拜 遇到水 得水 足就山 遇到寶得火 遇到雲得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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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到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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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利到都不一樣 利到都不一樣 對不對 這個利到跟這個利到 跟這個利到 利到都不一樣 基本上一道最強的是這一個 第2個強的是這一個 第3個強的是這一個 第4個強 我們把它分成這樣就對了 比較好說喔 那如果是得到日出然後在第3個字 我願意講不要在第3個字 在第2個字的音邊也不好 第1個字的音邊也不好 它就是自律寶貝 太陽跑到音邊去都不好 太陽日只要是在第1個字的音邊 或第1個字的音邊第3個字的音邊 減分 所以說屬龍的御用道是日跑得到得自出 但是在音邊都減分啊 就把它減分就對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